那么今天晚上跨年夜的天气如何呢 我要告诉您虽然不会下雨 但是还是要留意哦 早晚的气温还是偏低的 所以打算这个跨完年再接着去升旗 或者要去看日出的民众 别忘了要带这个保暖的衣物 不过明天呢 元旦的休假日倒是可以有个还不错的好天气 虽然台南以北还有宜兰低温只有13 14度 中部空旷地区呢 甚至有机会出现12度的低温 而高平花冬低温呢 则带16到17度 不过各地高温呢 大概有20度还算蛮舒适的 而且只有东半部局部地区 可能会飘一点点的零星阵雨 只是好天气呢 维持到星期五又有冷气团要报到了 到时天气又要变得冷嗖嗖